佳莉我知道現在愛美是顯學 大家都多多少少可能都是偷偷的羞羞臉 但是這個business現在也已經太蓬勃了吧 對 現在有個成語叫做 第一愛美水 第二愛美紅水 就是賣美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看特別是衛生局統計手 在2010年光是台北市就開了100多家醫美診所 那不是都是整型外科醫師或皮膚科醫師出來 其中包括什麼呢 最多的科是婦產科 再來就是內科 加一科 或者耳鼻喉科跟泌尿科 我還曾經看過 有一次就有一個診所找我去參觀 然後我就問那醫生聊聊聊 我就問那醫生說 你原來你是整型外科還是皮膚科醫師 他說他不是 他是放射科醫師 他說所以他很驕傲的跟我講 因為我是放射科醫師 所以我對光療很了解 我就想這不一樣嗎 什麼科都可以做 但是我覺得婦產科其實有make sense 有合理耶 因為現在小子化嘛 反正婦產科以後沒那麼多小孩 那我就轉到臉 不是還有什麼做月子中心 你進來做完月子把你臉修好出去嗎 對啊 所以很合理對不對 對啊 像我們同學 除了病理科沒有當醫美的話 幾乎全部都淪陷了 淪陷來形容就是了 對 那可是像安陽你在這個行業裡面 它到底利潤有多高啊 大家紛紛的投進去 大家紛紛投進去都是一個熱潮 覺得利潤很高 可是因為現在資源太豐富 而且還有購物電視啊 讓大家可以資源共享的部分 所以其實利潤來講 已經比往年少很多 你知道大家有消價競爭 但它的整個美容市場 粗估有六百億這麼多 在台灣 甚至在很多人都從國外 因為台灣的整型小個大碗 然後而且非常精緻 像我的朋友開整個整型科診所 他很多的病人都從大陸來 因為他慕名而來上網一看 哇這醫生口碑很好就過來了 還有這個因為 如果你要做一個雙眼皮什麼的 你從國外坐飛機回來 再坐飛機回去 現在回台灣 買一張飛機回來 不是只有拔牙齒 還有雙眼皮什麼的 可是我們看到很多 所謂的消價競爭 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拿到一張Coupon 那個什麼優惠券去看 跟我付全額的錢去看 會差很多嗎 一定差很多 而且相信我 消費者 消費者絕對 玩不過醫美業者他們的玩法 因為你想要醫美業者 用虧本的治療 幫你去做治療的話 他絕對在中間會動手腳 羊毛出在養生中 對 我們發現很多像購物台的 他的確 如果你照做一定虧本 但是你進來的話 他第一個 他不跟你打 做那麼多的服務 第二個 他要你買其他的產品 對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多醫療糾紛 所以恩雅我們才看到 這個新的行業叫做什麼 諮商師 這種諮商師 不用證照 什麼都不用 你只要把自己弄美美的 坐在那邊 基本上就是推銷員 對 我就是 對 我就是 你的工作就是要吸引人家 做更多的療程 是 所以我們在對自己要求 因為這個工作環境來講 把自己打扮很漂亮 你是其實走在時代的尖端 客人這樣子 你就是一個model 那你就可以吸引客員 那你還可以間接給他VIP的服務 就等於一對一的諮商 就像剛剛您有聽到的諮詢 可是諮詢 你們也可以抽成對不對 對 所以你是底薪加上抽成 沒有 我就是光 抽成的部分 沒有底薪完全靠抽成 所以你看到一個人 坐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必須要 比如說我們講說聖命的 有時候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對不對 你是不是也要有一點這種功夫 看了你就要知道 哪個地方來對陣下藥 怎麼樣講到你願意買療程 對 然後看這個人 個性接受度可以到多少 對 然後吸引他 看其實他如果達到一個美的觀點 大家能達到一個平衡的時候 剛好也提供一個服務給他 沒有底薪 只靠抽成的委員工 這樣夠你過日子 夠你活 就是做口碑的 做口碑 大家都來 務必上門的一定要 沒有 我可以舉一個例子 現在像之前 打肉毒除咒不是很熱門嗎 以前是算一個一個區塊 比如說一個區塊 大概七八千塊 不是算一劑一管 然後最早的是這樣子 然後他 可是現在那個有推出說 一次打五百塊的 你想想看 然後就幫你打個兩三針這樣子 一針 然後他就覺得說 然後你想想看 如果你如果打以前 所以有些人會反映說 為什麼我打的以前的肉毒 可以撐個七八個月 甚至快一年 可是現在打的真的 怎麼只能撐個一兩個月這樣 所以你想想看很多人 他們就偷偷的把它稀釋掉 因為他可能會加一些那個什麼 生理石鹽水 然後稀釋掉 可是打完每個人都會 皺紋會不見 因為會膨起來 是啊 然後他就會短效 他就會那個 有固定的回課群啊 因為他就是時間變短 讓你固定的一直回來回診 校成那你聽過的 是當外科 因為我剛剛有請教過主任 他說外科醫生 一個月大概二十來萬 那二十或是二十來萬對不對 那如果做醫美診所的 譬如說醫生或是護士 大概是多少錢 我目前知道在 現在目前大概在醫美的話 現在是中部地區的那個醫生 會是價錢比較高 這樣子 因為我上個禮拜聽到的是 有人要價就一個月要二十萬 醫美耶 不是給人家心肝脾肺生 當然在台灣的話 而且更好笑那個 開架這個是在台中 還算有點小名氣的那個 在我們做痔瘡的 不然叫醫痔瘡 痔瘡了 你說到醫美了 這就很好笑 那你剛剛講說醫美到底 幾乎全部淪陷了 連做痔瘡都來做 那你剛剛講說醫美到底在台灣 有多少加速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目前台北捷運的 中校復興站 以那個為中心點 有沒有半公里內 一共有584家的醫美診所 光是半公里 584家 搶得這麼兇 難怪價錢要壓力 可是每一年的話 也倒了大概差不多 將近有30到50家左右的 所以一層大概倒掉了 差不多也會倒掉 就不斷不斷會倒掉 不過現在有不只是這些 還有更恐怖的什麼整間的醫院 校成都給他變成了整形醫師 以前完全不是這回事的 現在都整個變了 這個是很有名 這對有跑過社會來講的話 有沒有那個簡直是一個 歷史上面的一個回憶 為什麼這樣 就慶生醫院 以前慶生醫院有個規矩 是這個樣子 它叫黑道醫院 為什麼叫黑道醫院 因為你只要很願意捧著鈔票來 只要不是太嚴重的傷害 基本上來講都可以把那個命救回來 這樣 那為什麼可以救回來 因為他們用了很多很貴的藥物 還有包括就是這些醫生 可以隨傳隨到 你有沒有聽過隨傳隨到 沒有 因為很多的晚上的時候 想什麼兇殺槍擊 都三千半夜 不過醫生不是都電視裡 都是演就uncore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隨傳隨到 不是嗎 不一樣啊 民醫找不到 那都是民醫的 他們還指定我要這個醫生 我要那個醫生 對 那個是民醫的 而且那個時候大家有個笑話 在有什麼程度 就是曾經有一個兄弟 然後被砍得很慘這樣 然後送進了那個慶生醫院去 醫師正好在幫他 在急救逢合的時候 另外一幫的兄弟就衝進來 最本來拿到要把他 現場就把他幹掉這樣 結果後來之後 那個醫生就叫他們駐守 醫生就叫他們駐守 然後問他你們老大是誰 這樣子 然後問他你們老大是誰 結果他們講說 你幹嘛要問 那關你屁事啊怎麼樣 那個兄弟大家口氣不好 後來我跟妳講 知道他老大是誰 老大是誰的時候 那個醫生居然 當場打電話給那個老大 你小弟現在我在那邊鬧事 叫他給我滾出去 就那群小鬼有沒有 自己鼻子摸摸有沒有 好像那個 好像那個 那個上架犬一樣 夾到尾巴出去 還有另外一個笑話是什麼 就是 我不管今天在外面 有結多大的院 就好像我們知道 美式足球你知道 那個touchdown你知道 那個地方 你只要手碰到那個 慶生醫院的那個 急診室門口有沒有 就沒有人可以再砍你 你知道嗎 好不好笑 就這樣怎麼這麼簡單啊 所以他們都搞 有的搞不清楚狀況 連醫生都可以修理你 是啊 我們好像講到的那家黑道醫院 也跑來做醫美啊 對啊 我剛剛也沒講 就是說真的是 那個醫院默契好到真的 就是大家 所有的道場兄弟都非常的認同 為什麼就是 你只要在裡面出過事情的話 像是南方那個老大基因 會被拒收的 你知道真的 真的有發生過拒收 這樣的情況 還有另外的話 我可以再補充一下 就是當你在外面 不管結什麼院 不管被砍得多慘 一隻腳跨進了那個 急診室的門口 就沒人敢動 你站在那裡都沒人敢動 真的 他就這麼強 可是問題就在於 當時的一個負責人 因為他 後來之後把整個診所 就醫院 他分成了去直壓給銀行 他本身有點財務上的問題 所以慢慢慢慢來 開始這個 這家醫院就開始 就變得有點沒落 而且有些醫生在想 我繼續再賺這個錢的話 有沒有 這樣怎麼賺都覺得不划算 再加上很多的其他外面的醫院 都有這些隨自費藥物 他慢慢就開始 就轉到另外一個領域去 他們現在目前來走的 就是所謂的整形這條路 所以連黑道醫院 都轉型做醫美做整形 但是我們雖然講說主任 很多的這個這一顆 那一顆什麼 全部都淪陷跑去做醫美 但是要小心 真的會出人命 對啊 其實過往幾年 每年都有因為做醫美 死亡的病例 可是大部分都是私了 所以我們也都有這個消息 那其中很多都是非專業的醫生 我所謂非專業醫生 在醫學上面的法律上面 他不違法 你只要有醫師執照 你得從事醫療行為 這不違法 但是在醫學倫理上面 它的確有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確定這個醫生 是專業的醫生 你只要上整形外科醫學會 或美容外科醫學會 打上去 你可以進入網站 你把那個醫生的名字打進去 你就可以查詢 他是不是專業醫生 他受過的資歷訓練是怎麼樣 那你剛剛講到說 真的會醫死人 你有真正的案例嗎 有啊 有啊 就在羅斯福路五段附近 有一個耳鼻喉科醫生開的醫美 醫美 結果他在做執法的時候 執法 執法的時候 他幫病人做執法 自己麻醉 他自己幫病人麻醉 他連麻醉錢都要省 病人都黑掉了 都黑掉了 黑掉是什麼意思 死了 死了 就這樣死了 執法直到死 對啊 還有的抽脂 抽脂也是 我舉一個例子 之前有一個醫師 像加醫科 他原則上算是內科體系的 就是比較沒有經過外科 這種解剖血的那種 可是那就是 現在有很多連加醫科 也在做抽脂手術 抽脂手術其實很危險 方法很大的 他是外科手術 可是那個加醫科醫師 他幫自己的老婆做 而且還麻醉失誤 老婆死掉 如果說你在什麼購物台買的那些 這個Coupon 不可能可以做這些吧 他只能做一些小的修修臉吧 就是做非侵入的 或者打光療 可是剛剛徐醫師有提到說 你不要以為 真的 我們常常在講說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砍頭生意有人做 但是賠錢的沒有人做 為什麼 本來要5000塊的一個療程 你500塊就可以做到了呢 其實你拿這個Coupon 進去之後呢 他們已經計算過了 他就是要來宅你 他會讓你一直加一直加 你可能本來花9000塊錢 買一套做食堂課好了 很多人幾乎80%的人 因為他是裡頭的 那個集團裡頭 人跟我講 80%的病人 沒有辦法做完療程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被逼啊 說欸 我跟你講 全小姐你其實 應該去再多做什麼療程 就被砍十幾萬 結果其實你花9000塊 只是入門砍 然後被砍十幾萬 然後砍完之後 如果你有砍到 譬如說你這100個人 砍到80個人 不要80個 砍到15%他就賺了 80%他也不會來全部 不過講到賺現在很多人 都要賺路客錢 我有一個朋友 奇怪啊 怎麼真的有這種朋友 你的朋友蠻多的 對 我有朋友他自己開醫美診所 然後他說現在 台灣的或者是新的客人 他都不接了 他都被大陸觀光客 一團一團來包了 沒有大陸觀光客來的時候 他自己跑去大陸了 上海北京 連蒙古他都去 這都靠現在很多 陸客 現在也有很多前客 他們 很多前客他們 他們也在負責抽成 他負責把團帶進來 但是這個東西 醫療糾紛會很多 陸客的錢 有比較好賺嗎 不好賺 沒有比較好賺 因為現在很多的醫美診所 他已經到大陸 已經在那邊開業了這樣 剛剛前面講的 都比較屬於侵入型的 像不只是這個問題 前段時間有發生過 就幫那個所謂 幫女生就打那個什麼 那個膠原蛋白 或者什麼 漏毒的時候 玻尿酸那些 就傷到他炎面神經 我有一個朋友 是心臟內科的醫師 他也在做醫美 我當時問他這個案例 我就說 你們可以打嗎 這樣子你懂這個炎面 這上面這些神經 這些東西嗎 你知道他給我的回答 居然是什麼 他說沒關係 我就書拿來看一看 翻一翻之後我就知道了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管一管 是嗎